嗨,大家好,我是小尾 AOG在游戏中非常强 那么它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强势吗? 今天我们来聊聊AOG的故事 AOG在现实的原型叫斯泰尔AOG突击步枪 是1977年奥利利斯泰尔曼利夏公司推出的军用自动步枪 AOG有着一个里程碑 那就是它是史上首次正式列装的 使用模块化和乌托士设计的军用步枪 后来的乌托士步枪都是它的弟弟 AOG和游戏一样使用5.56毫米子弹 有效射程500米 枪口输速970米每秒 弹容量30发 这些都和游戏中的属性差不多 史记中的AOG可以说是完美还原现实了 怪不得游戏中这么强 因为人家现实就很厉害 AOG外形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无托结构 使得其全长在不影响弹道表现下缩短了25% AOG全枪由枪管 击侠 击发和发射机构 自动机 枪托和弹侠六大部件组成 所有组件都可以互换 也就是说AOG并不是一把固定步枪 它是可以变身的 变得让你完全认不出 AOG的性能表现也很可靠 在射击精度 目标捕获和全自动射击时的控制方面表现优秀 不过它也有缺点 AOG步枪的瞄准劲把手太小 近身搏击后容易折断 恶劣条件下的可靠性也较差 不过并不影响AOG的强势 在游戏中AOG也超强 缺点只有一个就是换弹才慢了 其他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伙伙伴们 你们用AOG最多击杀过几个人呢 好了 我们下期见哦